武汉长江大桥是中国第一座跨江大桥 有人说南宁没 是的 南宁长江大桥是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跨江大桥 武汉长江大桥最有名的技术叫热卯风枪 其实就是1250度的高温 然后把那个卯钉打进去 那对面再啪一下 你看就卡死了 不太容易脱落 那么上面总共有了多少颗卯钉呢 一百万颗 当建成以后 它的总设计师叫彭敏 彭敏说这里有一万多颗不行 全部弄掉 重新打上去 这就是它到现在为止 依旧牢固的在长江上面建立的原因 你想啊 现在有些大桥放个鞭炮桥就塌了 有些大桥车动一点就塌了 而它上面可以沉重的力度是一百吨 可以承受从江上来最强大的锋利 这座桥都不会塌 这就是它真正厉害的地方 没想到吧 我其实是这个专业毕业的 我学的是建材机械 现在飞机上 特别是隐形飞机上用的还是这个技术 同名江苏徐州人毕业于阳中中学 乖乖隆地动 在1950年的时候 在朝鲜战场上负责运输保障工作 两次二级新装 但因为在战场上负商 调回国内直接参与了 当时的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 武汉长江大桥 1950年就开始筹备 但为什么到1953年10月才动工呢 因为中间两年零九个月都在转探 艰苦的探寻 长江水底下严惩的地质状况 总共站了214个口 4363米 进行了四次的比较线 进行反复的对比 那当时呢来了26个苏联专家 最有名的一个就是苏联专家西林 的确对我们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 武汉长江大桥为武汉留下了什么呢 就是大量的技术人员 你要知道现在长江上的桥 70%都是武汉人修的 另外2016年开始 它上面已经装了全程的监测 第一个重心卡车不让上了 所有的通过的车辆 经过的数量和速度 全部是要经过监测的 一旦超标就开始卡流 为了就是保护这座桥 因为这一座桥 也是武汉的荣誉和象征 除非第一座桥